哈囉大家好,我是保鮮大叔小李 今天終於出現第二家我拍攝的影片 店家有回應留言 這家就是我上次點的朵莉早餐 店家的回應是希望我點他們的朵家豬肉炒麵 所以我點來吃吃看 另外他有推薦他們的招牌燒肉蛋吐司 所以我也點他的這個招牌 因為上次我點的是花生的,加花生 不過我雖然點他的招牌豬肉蛋吐司 但是因為我還是覺得他們家的蛋沙拉比較好吃 所以我加了26塊錢,這一份是60 那加26塊可以加蛋沙拉 所以我又加了蛋沙拉進去 不好意思,我還是喜歡吃他們家的蛋沙拉 好,那另外他有一個薯餅起司蛋 可以看到就是煎蛋,然後裡面是薯餅包在裡面 這個等一下再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先來嘗試他們家的豬肉炒麵 朵家豬肉炒麵 OK,那我相信他的重點應該是在他的這個豬肉 好,我可以看一下他這個下面我放了一些豬肉 我這個是已經把它從碗倒在這個盤子上 他的豬肉真的蠻扎實,蠻有咬勁的 那雞就是基本的黑胡椒調味 吃起來你可以感覺到是蠻新鮮的豬肉 不是那種外面有些早餐店他可能是用皮髮的或什麼的 這個豬肉是真的不錯 來 他的炒麵就是簡單的醬油調味 然後呢 反而是黑胡椒那些味道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可能是在他的這個豬肉上面 麵的部分就是基本的醬油 不過麵條並沒有說煮得太過頭 不會太軟太爛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麵條還可以 他的湯汁也沒有過多 有一些早餐店他們的這個炒麵或是炒麵 那個湯汁爆多的 湯汁爆多的情況下 很容易他最後就會 糊掉 從外送送來的時候就會糊掉 他這個其實沒什麼湯汁 所以我覺得 他在這個湯汁的控制上面 還是有用心 來他的這一份叫做 薯餅起司蛋塔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是 應該是薯餅他把它對半切了 所以看起來是上下兩層 實際上是應該是一個薯餅對半 然後他用這個煎蛋把它包起來 那裡面還有一些起司 這個為什麼叫蛋塔我是不知道 那就是基本的番茄醬調味 來吃看看 他這一份其實很髒實 所以因為是一整個薯餅 而且薯餅還真的是蠻厚的 可是就是呢 他吃起來的口感上 那我覺得煎蛋本身是 當然他這個煎蛋本身比較便宜 那加在外面的那個番茄醬 所以整個味道跟口感 完全就是煎蛋跟番茄醬的口感跟味道 起司跟薯餅本身的味道 因為番茄醬太過頭 太搶味 所以薯餅跟起司的味道就沒有那麼明顯 來最後就是他的招牌這個燒肉蛋吐司 然後我把它加了蛋沙拉 那這個就有點像那個 很多早餐店他們會加這個沙拉 然後跟燒肉蛋這樣子 那因為他們家的蛋沙拉是真的好吃 所以那個蛋的份量也是非常多 我還蠻期待的 來 好大 不過我必須說 確實我加了蛋沙拉之後 蛋沙拉會讓他的燒肉這一片豬排 有點 味道整個會被他蓋過去 所以 變成他這一片 這一片豬肉呢 就會變得沒什麼味道 我的錯 對 這是完全是我的錯 因為我喜歡吃他的蛋沙拉 所以我是建議說能不能出個蛋沙拉吐司之類的 對 完全就是吐司加蛋沙拉 有點像這個 現在這個便利商店上出的蛋沙拉三明治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是不錯 今天早上這樣回應店家留言說點的他們的豬肉炒麵 跟招牌的肉蛋吐司還有這個薯餅起司蛋塔 那這裡面其實我最推薦的還是他的炒麵齁 我覺得他炒麵真的是炒得不錯 不會糊在一起 那湯汁也不會太多 那味道上是基本的醬油調味 所以簡簡單單的齁 也不會說黑胡椒下太重啊 或是有些醬汁下的過鹹這樣子齁 所以這一份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點點看 那至於他的三明治跟薯餅蛋塔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還是推薦他們家的蛋沙拉 他們家的蛋沙拉是真的好吃 那只是我把蛋沙拉加在他這個招牌肉蛋吐司裡面呢 對 這是我的錯 的確是錯誤的決定 所以蛋沙拉你們可以另外點他的 他有另外蛋沙拉的蔬菜盤 或是蛋沙拉的捲餅 其實都不錯 那這個就點原味了就好 OK 這就是今天回應留言的部分囉 掰掰